做簡報 我覺得做簡報是現在 職場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能 如果你能夠好好地製作一份簡報 並且把它清楚地表達出來 那你在職場上就會有很多 升天的機會 我覺得做簡報無萬夫就是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資料收集的過程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要 資料消化成你自己知識的過程 第三個部分就是如何把它呈現出來 我今天呢 要介紹分享三個工作流派 適用於不同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你最適合哪一種 第一種呢 就是使用Gamma直接來做AI的簡報 第二種呢 就是透過NobuLM先整理完資料 幫你做了收集的那個部分呢 然後你再把它做成簡報 第三個部分呢 是我今天重點要介紹 非常神奇的一個 使用AI再加上提示詞 就可以馬上幫你做好簡報的一個神奇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上的限制的話 不要忘了直接跳到第三個部分 看一下現在最神奇的一個簡報製作流程 我覺得 如果沒有看的話應該要後退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怎麼做 透過Gamma App來做 這就是Gamma App你可以看到的一個介面 其實你只要點新建AI 然後按生成之後呢 直接根據你要做的資料 來做簡報 而且你甚至可以用說的 例如 我想要知道巴菲特的人生投資哲學 以及最新的2025年的股東會的內容 確定之後呢 直接按Enter 然後直接按生成簡報 它就會去生成大綱 然後做成簡報 用Gamma AI做的壞處就是 它可能有一些資料呢 並不是最新的資料 因為它沒辦法去消化跟收集大量的網站資料 但是它可以很快的幫你生出內容跟摘要 OK 我們現在按生成 它就直接幫你生成檔案了 這就是你要的簡報內容 第一步 如果你對於細節操作 你想要學習的話呢 網路上很多教學 你可以去找一下 例如說 Papaya老師他有一個非常詳細的手把手教學 去研究一下Papaya老師的教學 你就可以更熟悉Gamma這個平台 如果你還沒有使用過Gamma的話 你也可以用我的註冊連結 來註冊這個Gamma的服務 你跟我都會得到額外的點數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留言處喔 好的 你現在看到下面這個就是Gamma也要做出來的簡報 你看 其實它內容也不差 做得也蠻好的 那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把它列在下面 你自己去把它下載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在哪裡 我把下載連結也放在我的影片的敘述欄裡面 第二招的工作流派 就是透過NobuLM來分析 你已經大概知道個7788的資料來源 幫你做總結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NobuLM 我們來按新增 這是我之前新增過的 然後選擇來源 之前呢 巴菲特的股東會年報 就是最新的股東會內容 其實我已經知道連結了 所以我來這邊複製一下 這個連結 然後到NobuLM裡面去 貼上連結 貼上連結之後呢 不要忘了 你還可以增加其他的來源 因為你現在只添加了一個YouTube的來源 但是我可以在網路上搜索更多的來源 例如說巴菲特的投資哲學跟績效以及2025年股東會的最新結果以及總結 直接你用說的就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你按提交 他就會去幫你搜尋網路上其他的不同的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之外之後呢 其實我們也就直接給他全部加入就好了 然後按匯入 他就會把資料來源你看全部都匯入在左邊的這個部分 左邊的這個部分呢 就會把你現在除了YouTube的來源之外呢 還有網路上其他人整理的資料來源 全部都交到這個來源裡面去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中間已經有這個YouTube的總結了 但是呢 我們可以點一下 針對這一個所有剛剛匯入的來源 再重新做一份整理報告 我們這裡有個部分先不要忘了 我們可以在設定這裡呢 選一下輸出內容語言 確定你輸出的是中文 這樣子呢 你等一下生成的簡報內容呢 才會是中文的 然後當然呢 你現在全部都匯入內容之後 我可以請他做一個簡介文件 他就會把所有的匯入內容呢 做成一份簡介文件 這一份簡介文件呢 可能會比較全面 大部分都是字 但是可以幫助你理解你簡報的內容 如果我們要做實際上 呈現出來的簡報的話 我們必須要請他呢 再做一份總結 請幫我針對這些來源資料做一個總結 我要拿他來做簡報檔案 輸入完之後 直接讓他去做總結 你就可以直接來做成簡報了 自己都不用動手 除此之外呢 你還可以針對右側的這個語音功能 按生成 生成之後呢 他就會用中文呢 來生成一個對話式的交談 讓你可以直接清楚的理解到重點 參加這個對話式的交談有什麼好處呢 你甚至還可以舉手發問 然後主持人呢 就會根據你的問題 再回答你的疑問 這些呢都是可以幫助你理解簡報內容 幫你做一個更好的簡報者 好了我們接下來呢 就直接先做重點 你看這邊已經剛剛把所有的這個 摘要內容都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 按一下這個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Gamma App裡面去 我們點新建AI 生成AI 喔不是這裡 新建AI建立大綱 貼上剛剛做的內容 做成簡報 按繼續 接下來呢 Gamma AI就會針對你剛剛 所生成的摘要內容呢 去做成簡報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 字數其實是蠻多的啦 所以其實你在摘要的時候呢 如果你留下了很多敘述性的文字 那你的簡報做起來就會充滿了敘述性的文字 而敘述性的文字呢 在做重點的簡報的時候呢 可能威力會比較弱 好的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透過第二招工作流 所做出來的簡報 簡報內容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比較看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最神奇的地方 第三個部分呢 你就要需要用到 AI的研究功能 再加上一個神級的提示詞 這個提示詞呢 是我在推特上跟微信上面 看到中國的AI大神 龜葬老師所分享的 但是我覺得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 尤其是透過Gemini 2.5 Pro 效果會更好 你搭配其他AI當然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效果還是不如 Gemini 2.5 Pro做得來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流程是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 我們到Gemini 2.5 Pro的這個地方呢 給他一個研究的主題 我的研究主題下的關鍵字就是 巴菲特的投資哲學 最新的2025年股東會內容 然後Gemini就會給你一個研究計畫 做好研究計畫之後 請他開始研究 他就會做成一個簡報內容 這就是我做好的簡報內容 你看 簡報內容非常的完整 OK 接著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把這個簡報內容 再加上神級的提示詞 直接讓Gemini 2.5 Pro 幫你生成需要做到的網站 首先我們這裡按一下複製 然後這邊可以選一個新增 新增的時候記得這裡選的是 Gemini 2.5 Pro 然後選擇Canvas 因為我們要預覽這個程式碼 接著呢 按貼上我們的這個剛剛的內容 然後呢 放上我們的神級提示詞 神級提示詞呢 就是這個內容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神級提示詞 神級提示詞 神級提示詞主要內容就是 請他按照我們的主題內容呢 來做一個HTML的動態網頁 主要呢是要使用Bentle Grid的風格 Bentle Grid就是有點像便當盒的概念 有很多不同的格子 所以呢 他在不同的格子裡面 就會放上重點的資訊 然後呢 請他強調字體以及圖書核心的要點 然後要有超大的視覺元素呢 來強調重點 中英文混用 然後要用簡單的圖形畫 來搭配可視化的圖標 然後做成一個科技感 再加上蘋果官網的動作效果 然後再加上滾滑鼠 來配合動作效果 然後接著呢 我請他特別加了一點 例如說 將他的版面形尺寸呢 利用像簡報檔的格式來做分割 每頁都要放入相對硬的資料 然後第一頁呢 放入標題 第二頁呢 放入一個總結 最後要放入一個代辦事項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提示詞呢 直接按下提交 AI就會幫你把這個結果呢 做成一個可以直接用的網站 跟HTML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這就是之前我做好的網站的效果 OK 當然呢 有時候程式馬來生成的過程中 可能有些錯誤 這時候你就要讓AI 自動去修正這些生成的錯誤 今天本來2.5 Pro 你只要按修正錯誤就可以了 基本上只要重複個幾次 錯誤就可以修正完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他的程式碼 然後按預覽的話 剛剛透過Canvas的功能開啟 就可以直接預覽 你看這是我們預覽的效果 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執行摘要 價值投資 安全邊際 其實呢 如果你要看的話 最好的方法 是直接把它做成HTML網頁 那在你的本機就可以使用來看了 而且你可以自由調整尺寸 然後採檢成你要的簡報大小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按程式碼 然後我們按 複製內容 複製複製複製 複製越多次越好 確保不會忘記 然後呢 我們打開你的文字編輯 新增文件呢 這邊最重要的是 要做一個純文字檔 所以呢我做一個純文字檔的儲存 把格式寫成製作文字檔 OK 你看到這個就是純文字檔 純文字檔製作了之後呢 我們貼上剛剛的這個HTML代碼 然後貼完之後呢 只要把它存成一個HTML檔案 這時候我們通常都把它存成 首頁都會存成index.html 好 然後確保它是用HTML的格式呢 存成的 存成之後 因為我剛剛之前已經存成過了 所以我們把它存成下來 OK 接下來就變成HTML檔案 然後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呢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儲存的這個檔案的空間 然後直接點開這個index檔案 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剛剛做好的HTML檔案 在Chrome瀏覽器裡面 它就是這樣一頁頁的 帶重點 而且視覺強調 所有需要強調的數字 而且這一頁頁呢 連背景啊 特效啊 都做得非常的完美 高質量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一頁頁 剪下來到你的簡報檔裡面去 來做這個簡報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不好的話呢 有時候你還甚至可以使用其他的Figma插件 利用Figma這個網站呢 把這個網頁轉換成可以變更的設計稿 這個會讓你更有彈性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網站呢 直接發佈到網路上面去 發佈到網路上面之後呢 你可以再透過剛剛的Gamma App 來做一次這個簡報檔 舉例來說 我其實之前已經把這個網頁上傳到網路上了 所以我示範一下 直接把網址匯入效果會怎麼樣 OK 這個簡報檔我直接匯入之後呢 透過Gamma App 新建 新建之後呢 我直接匯入檔案跟網址 輸入網址 貼入網址之後呢 匯入 他就會把這個網站裡面的重要內容呢 直接都擷取下來 擷取下來之後呢 再透過他 來做成簡報檔 這個時候呢 也可以做成一個不錯的效果 好 你看這是他的摘要內容 按繼續 他就會生成卡片 生成 他就會按照我們剛剛上傳的網頁喔 不是研究報告內容 按照我們剛剛上傳的網頁 來去做成一個簡報檔案 好的 簡報檔案已經做好了 接下來呢 我可以把這三個檔案呢 都直接分享出來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你喜歡哪一個 今天分做了三個工作流派 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我個人是最喜歡 直接網頁生成的這個HTML檔案 第一個他可以直接 複製到簡報檔裡面使用 第二個呢 效果也特別好 做網路分享也非常的棒 而且他是透過大語言模型的研究報告 以及重點載入做出來的效果 不知道你喜歡哪一個呢 如果你還有其他更棒的方法 記得分享下面 因為我覺得 我們剛剛講的AI工作流呢 目前應該是市面上 找到做簡報最高效的方法 今天就先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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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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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